大家好,今天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汉语的时间了 上次我们学习了有关吃的表现,关于快递的表现 那衣食住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 吃我们已经学完了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交通方面的知识吧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生词部分 在这个部分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两遍 我们可以这样说 怎么吃 怎么去 怎么用 怎么说 怎么读 怎么写 离 离坐 坐 坐公交车 坐地铁 坐飞机 走路 走路 走一百米 走一个半小时 从 从 到 到 从家到公司 Stephanie 从 从 三点 到 ss 点 忘经地铁站 望经地铁站 望经地铁站 望经西地铁站 换乘 换乘客 换乘客 换乘时间表 换乘站 下车 下车 半路下车 再下车 现在我们已经看完生子部分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对话部分 对话部分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你每天怎么去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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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家离公司很近 我走路去公司 你呢? 我家离公司很近 我走路去公司 你呢? 我家离公司很近 我走路去公司 你呢? 我坐地铁去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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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你家到这儿 大概多长时间? 从你家到这儿 大概多长时间? 从你家到这儿 大概多长时间? 大概二十分钟 大概二十分钟 坐几站 坐几站 就能到? 坐三站就能到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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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下车? 在哪儿下车? 在望京站下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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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换乘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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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13号线到望京西地铁站下车 换乘15号线到望京地铁站就可以了 坐13号线到望京西地铁站下车 换乘15号线到望京地铁站就可以了 坐13号线到望京西地铁站下车 换乘15号线到旺京地铁站就可以了 中国的地铁和韩国的地铁一样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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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差不多 中国的地铁很便宜 但是进地铁站的时候 有安全检查 都差不多 中国的地铁很便宜 但是进地铁站的时候 有安全检查 都差不多 中国的地铁很便宜 但是进地铁站的时候 有安全检查 因为坐地铁的人很多 为了大家的安全 因为坐地铁的人很多 为了大家的安全 因为坐地铁的人很多 为了大家的安全 现在我们已经看完对话部分了 那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替换练习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怎么 这个字怎么读 这句话怎么说 这个东西怎么用 你怎么去公司 离 家离学校很远 这儿离那儿不太远 现在离春节还有两个月 坐飞机去外国 坐公交车去上班 坐地铁看电影 大概 大概30岁 大概10个人 大概20分钟 几 现在几点 今天几月几号 你家有几口人 你要坐几站 以上就是今天的替换内容了 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 经常说错的两点 第一就是走路 我们可以说走100米 但是不可以说走路100米 我们可以说走了一个小时 但是不可以说走路了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说坐了一个小时车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坐车了一个小时 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说汉语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